今天11月16日 世界各地许多才华横溢的人 都不约而同地挑战同个目标 就是突破极限 卯足全力争夺世界纪录称号 没错 因为这一天 是建立式世界纪录日 而今年的主题是超级技能 有人挑战只靠皮卡车的 两个车轮来行驶 通过只有88厘米的最窄间隙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也有人用弹簧蛋糕敲 玩后空翻 跳出了高度3.07米的记录 同一时间 中国一名男子连续完成了 11次单腿后空翻 创下新记录 在日本 一男一女以双手跳绳的方式 以32下打破了最多连续 双荷兰式倒立跳绳的记录 建立式世界纪录 是从2004年开始举办 一年一度的建立式世界纪录日 借此激发更多人 创造新的成就 学习更多新知识 发掘自己的极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